多数观众对西游记的印象来自于86版电视剧 试图四人一路打怪升级 获取震惊 这部电视剧其实只演出了原著精髓的十分之一步道 如果西游记的故事真是这么简单 那吴承恩真的够无聊 西游记也不会成为四大名著 事实上西游记的明代是一本禁书 因为他的故事映射了当时的观察 西游记的故事主线明里是取经 实际是以如来为首的佛教势力意图东阔获取供奉 而东部地区正是以太阳老君为首的道教地盘 试图四人取经是如来授权观音一手策划 观音也借机让试图四人一路上排除一几 总顾势力 取经只是个形式 但是必须要走完这个形式 有点类似一个国家出口商品 你可以暗地里倒贴企业去把商品卖出去 尽量别让别人知道 做的别过分 这样没人告你轻调 否则就会被踢出WTO组织 西游记中有三种可以长生不老的紧缺资源 盘桃 人参果和糖藤肉 注意这里是长生不是永生 千年王八万年归是长生 构成物质的元素才被称为永生 神仙不会永生 西游记原著最开始就交代了这个最根本矛盾 原著第二回 孙悟空向菩提求长生之道 菩提说明长生之道不是永生之道 修成后每五百年会有一灾 躲不过便骨肉消除 其身自解 就是此悄悄的意思 西游记第三回 阎王抓住了悟空 并给他看了记录 悟空当时已经修炼成仙 阎王按照规定 给他判了三百四十二年的寿命 比凡人要高 孙悟空整天无骂长江的不屌顶道 寿命给你设的三百四十二岁 天上盘桃宴三百六十五天开一次 也就是地上三百六十五年 没等你吃到盘桃宴 我先收了你 吴承恩设定这个桥段 明确了神仙和妖怪 没有绝对的长生不老 只有相对的延年益寿 神仙不能永生 凸显了三种资源在整部书中的重要性 控制盘桃 人生果和糖葱肉的人 和需要这些资源延寿的神仙 产生从属关系 等级分明的构成一个社会 从而产生党派斗争和利益纠葛 玉帝掌管天庭 所有神仙给他打工 因为他有盘桃 这位大仙很牛逼 鸟你是给你念的 不鸟你也十分正常 因为他有人生果 悟空的寿命是菩提 其实就是如来 他传授给悟空法术之后 从此消失 临走前受益悟空 你去闯祸 过得 但是敢提我的话 就整死你 当年玉帝让悟空看桃子 让猴子看桃子 本是十分荒面 那还不把你后来过去 实际上是玉帝将计就计 给地下以如来为首的佛教神仙 一点颜色看看 当然也可能有更深的含义 那就是向所有神仙展示实力 随悟空来闹 玉帝借他的手取消了当年的盘桃宴 悟空当然吃不了那么多桃子 按照原著记载 潘桃园中应该有桃子至少三十万个 孙悟空是吃不完的 潘桃宴被毁的假象是玉帝捏造出来的 玉帝和观音说 你看 今年大家又白跑一趟 猴子把桃子都祸害光了 今年没得吃了 指着潘桃宴严兽的神仙 如果熬不过这段时间 就会挂着 大家也得到暗示 不要把潘桃当作顺理成章的俸禄 今年孙悟空闹毁了 明年会有黎悟空闹毁 后年又有张悟空闹毁 最后看谁倒霉 你们现在知道我预地是什么人物了吗 有编织的神仙 只要乖一点 都可以吃到潘桃 没编织的妖闲 就只能堵潘桃肉 他们不会想着潘桃和人参果 那样风险太高 在西游记中 江湖上是这样传言 有人吃过他一块肉 可以长生不老 潘桃肉是稀缺的 那么多人等着 吃过的也就吃过一块 肯定是和潘桃商量好之后 大家分着吃 吃完了 潘桃再转世 所以潘桃是十世金蝉子转世 西游记七十四回到七十七回 大鹏丁就是吃过潘桃肉的主 他知道潘桃肉的详细吃法 首先 不能下午潘桃 否则会失效 其次 阴田 争着吃 吃整个的不剥皮 切成薄片 慢嚼西岸的吃 金蝉子这个物种 就是给吃不着潘桃的神仙准备 起因有可能是悟空毁了潘桃宴 不断有神仙到寿 金蝉子死去回来供大家吃 直到观音度了金蝉子 变成潘桃 免去了这场劫难 人神果的产量也极少 而且能与地仙之祖 镇原子结交的神仙 多数也不需要人神果 所以 镇原子在里面是孤立的 能耐大 但没势力 镇原子这种人物 是很多神仙都想要拉拢的 其中就有观音菩萨 人神果这一集 是经过各路神仙安排的 表面是师徒受难 实际是观音联合镇原子 原著中 在这里并没有交代如来 其实 是观音背着如来 和几家的联合 观音也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里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 南极老兽星 兽星也是被孤立在岛上的神仙 他也需要施力 他的大好条件就是 在他手里掌握着第四种 炎年异兽的方法 炎年异兽 是兽星的专业特长 在人神果宴开完之后 各路神仙 表到了兽星手里的方法 人神果对镇原子 失去了价值 所以 打下来许多 与众分驰了 兽星的炎年异兽方法 其实是见不得光的 于是 后面的聚集中 就出现了许多怪事 幕后咫尺的那个人 其实是观音菩萨 这就是隐藏的盘桃 人神果 唐僧仲背后的真相 可能有人觉得 视频作者在胡编乱道 实际上在原著里 观音会因得了取经的差事 欢欢喜喜 如来会为了功力 动歪脑机 成功之后 还会低调的和大家显摆 唐僧见到美女 会跳起来上前大膳 被悟空训斥有烦心之后 会脸红 而在这部电视剧里 这些人都是一副 大义里然的形象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悟空的武功 单打独斗 确实是比较厉害的 六脉神剑 乾坤大挪移 无敌风火轮 一顿金箍棒 让对方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挨打的没用道具 而且还是个女人 所谓的大闹天宫 只是背地里偷了一点东西 搞了点小破坏 打了几个不入流的保安 单打独斗算是比较不错 但就玉帝身边的神仙来说 他的武功 其实只是入门级的 之所以请如来收服悟空 是因为还轮不到 太上老君发位 援助理如来的行政级别 比太上老君要低两级 如来法力无边 但是有能力上不去 所以才叫东部的人取经 来扩大势力范围 赞美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人 其实是真心的不懂西游记 援助被拍得如此浅薄 实在是一种罪过 非常对不起吴臣恩爷爷 阿文 阿文 电视剧内议